同樣是女子組的預賽 北韻女中在最後關頭逆轉顯勝陽明高中 所以小綠綠取得四連勝成功晉級赴賽 轉戰HBL甲組18年來 北韻女從來沒有在八強缺席 頂氣凝神 北韻女中菜鳥葉怡婷 關鍵時刻兩罰俱重 幫助球隊以58比57 逆轉擊敗陽明高中 地組小綠綠取得預賽四連勝 順利拿下八強門票 北韻女中轉戰HBL甲組 已經超過18個球技 球隊從來沒有掉出八強之外 這場迎戰球風跟球衣配色相近的陽明高中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韻女 更不想將勝利拱手讓人 這場球賽我們沒有克服 就是身體的碰撞性 然後的處理球 這樣的失誤太多 然後他們的拼勁還有防守 這是我們一直很害怕的 他們的盯人的防守非常的黏 包含輪轉等等 這個狀況都非常好 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克服的 小綠綠征戰HBL 至今球隊平均身高始終不到170公分 球員各自小歸小 但是鬥志一等一 一開始就很緊張 因為一直拉鋸 可是到後面就是隊友給隊友信心 然後互相cover 這會變得 進攻會變得比較順 然後大家也有強下籃板 所以比較順 雖然我們都是綠色 但是綠色奇蹟是我們北一的 所以不要害怕 所以我們就打了 北一女期望年年闖進八強 球員齊心協力朝設定方向前進 目標大小不重要 努力完成才是最可貴的 UDN TV 許家榮 楊玉鑫 台北報導